清醒一點啊 不要看到大廠 叫高唱 什麼親民好聲音啊 欸 這副深海標榜價格 親民的降噪真無線耳機 CS Plus 2 Wireless 要加6490 哇 這個評價完全顛覆我的想像啊 大廠的親民窮人如我 Gate play down 但是深海調音真的很可以 記得喔 要先看完別人說的 再回來看我的 你才知道什麼評測才要完整 什麼才叫真心話了啦 CX Plus 2 Wireless 抽開外盒 裡面有虛榮的感謝卡一張 黑色CS Plus 2 Wireless一組 加上耳機預載的 總共有四足替換耳塞 一條不算短的Type A to C 充電線 最後就是一疊根本不會看的說明書 張腰子不沾指紋的無面塑膠充電艙 少了實體按鍵 後面是Type C 充電孔 底部不支援無線充電 前面有三色LED充電艙 電量提示燈 上蓋藏有神TESR字樣 外加小小的緩充電 建蓋的時候會有 大大回彈感 紮實手感回饋超強 耳機輕輕扣上去就會被吸住了 but這個位置也太淺了吧 不過拿放耳機超輕鬆的不卡手 方方正正的耳道式耳機 還是很大力 也沒有耳翼 下面LOGO是觸控位置 翻到內側有一排充電節點 紅外線距離感測器 LED提示燈也藏在這邊 導音管粗粗短短的 圓形發聲孔裡面有海綿防塵網 不要勾出來喔 要小心 配戴的話左右兩塊方塊 超明顯 超搶眼 大歸大 但老實說還是滿輕的啦 而且也滿深入耳道 穩固性不運動都還行 但是入耳的異物感少不了 這個加減都會有 配對過的耳機 要從充電艙拿出來才能連線 充開蓋的話 它才不會鳥你咧 第一次配對兩耳也還要在一起長按 耳機才會進入配對狀態 一樣有點小麻煩啊 可喜可赫 終於不再給半船的擋耳 這次再左右兩耳都可以獨立使用喔 擋耳跟雙耳之間的轉換速度也爆幹快 這擋耳狀態 還有主攻降噪 不過雙耳狀態 只要拿下任意耳 透明靈聽 AKA環境音功能就會自己關掉了 這就算囉 重點是耳機帶回去 居然還不會自動打開 需要手動自己開 另外它也有入耳跟立耳偵測 耳機拿下來過一秒音樂就會暫停了 耳機帶回去也是等個一秒 音樂就會繼續播放 還算快 Apple這邊按一下中間照片 可以自訂觸控指令 不過控制音量就只能長按任意耳 不支援其他手勢 長按的話 不支援播放暫停之類的媒體控制 要關掉所有觸控喔 倒是可以啦 也說一下喔 通話是不給自訂手勢的 沒有全解放 預測觸控的話 碰一下右耳播放暫停音樂 碰一下左耳 開關透明靈聽 右耳觸碰兩下 切到下一首歌 左耳碰兩下的話 切回上一首歌 左耳碰三下 開關主動降噪 任意耳長按不放 控制音量大小聲 要交出語音助理的話 就在右耳碰三下吧 我要看科技狗 觸控是蠻靈敏的 也都很機師 不太會誤觸喔 就是不支援口頭喚醒語音助理啦 一定要觸碰耳機才可以下指令 規格的部分呢 是沒有說用到哪顆晶片啦 不過最高吃到APTX Adeptive 沒有LVAC 光看這點喔 大概就可以推測出是高通家的啦 來量版本吃到主流的5.2 搭載7mm True Response 動權單元 基本可以抗旱的IP擦拭防水 一樣都有給你 但是 沒有NFC 沒有Google Fast Pair 也沒有多點零線 零線的話 目前都穩穩的 目前吧 之後有遇到斷線的話呢 會再到留言跟你們說囉 至於這個號稱高音質低延遲的 APTX Adeptive 實穿延遲體感就這樣 哎呦 這數據怎麼就比想像中的還高咧 這穿只開AAC 延遲也都差不多 只是和Netflix 幾乎影像跟音訊都有對到 但是音樂遊戲就拜託你 真的要再校正啦 再說啊 也要你的手機支援 才能打開APTX Adeptive 邊緣喔 預測的聽感呢 高頻亮的很自然 不會適合 中頻人聲 魂厚有力 突出而且貼額 低頻溫暖有彈性 也蠻扎實的 但是聽得出來 這次低頻的亮感 好像有稍微收斂一點喔 總而來說 聲音細膩 層次分明 整體寬鬆不刻意 就兩個字 清爽 但是啦 打開ANC降噪 聲音就會變得比較厚實 也跟著糊了一點 結論啊 關降噪的清爽頻感 這才對位嘛 Apple裡面看起來很Free的EQ 其實只能針對低音 中音高音增減流分貝 只給三段是有點少啦 我呢 會把低音拉小一點 中跟高音拉多一點 聽編曲複雜的流行樂 也會順一點 但是喔 要注意 中頻拉過頭 某些歌的唇齒音就會跑出來啦 也會有點刺耳喔 要注意 新加入的主動降噪 還有透明靈聽 強弱都是固定的 有點可惜啊 降噪的話呢 存帶上耳機 物理降噪可以擋掉 四層左右的環境音 還以為打開ANC主動降噪會很強喔 但事實是 你只能在壓低個一到兩層而已 沒有那麼強 風聲沒辦法顧慮 引擎聲也還在 反而是人聲 就只剩下一層 滿意外的 總的來說 降噪不強 但是酒袋不會不舒服 也補充一下啦 你講電話的時候 如果打開側音 就沒有辦法開降噪喔 打開透明靈聽模式 咻咻的風聲很明顯 大概會放大原本環境三層左右的音量 沒有那麼自然 這時候耳機內的音樂 會稍微往前一點點 不會變小聲 奇怪的是 在APP裡面 透明靈聽跟主動降噪 居然可以同時打開 不管是先開哪個 實際聽起來就是透明靈聽啊 欸奇怪 我是抓到Bug了嗎 續航部分 我們打開最高編碼 FETX ADAPTIVE 然後把可以開的功能全都打開 以效能全開 實測一輪 平均一小時掉電10-20% 一直站到地丟小時 兩耳同時自動關機 辛苦跑出來的續航數據 硬生生就比官網的8小時還要短一點 如果你什麼都不開的話 續航當然是會比較長啊 耳機炸缸後 丟緊充電艙 開始充電 15分鐘充到一半的電量 到了8小時可以充到70% 一直等到一小時 耳機才完全充到好 充到滿 這個快充喔 只有剛開始充比較快吧 電信通話環節 我們一樣啊 站在路邊 耐連的手機呢 是Galaxy S20 5G 通話方式LG-G8 ThinQ 戴耳機就是今天的主角 Sentacer CS Plus True Wireless 大家可以聽聽看 它在戶外的人聲收音 和它的通話降噪效果怎麼樣喔 好嘞 那電信通話測試就結束 你們可以聽聽看 你們覺得 聽起來很沙還是很好什麼的 都可以 別這樣 拜拜 那支援的APP呢 就叫做Sentacer Smart Control 這個IOS跟Android兩大系統 一樣都通吃 首頁這邊的透明聆聽 建議就跟繼續播放音樂選項一起開 這樣子觸碰耳機 換到透明聆聽的時候 音樂才不會中斷 接著等化器 沒有頭緒的 就在波浪這邊 閉著眼睛聽 喜歡哪里的音調 就停在那邊吧 那你知道自己要什麼的話呢 就到旁邊的線性 哪頻增加哪頻減少 比波浪直覺多啦 右下角提供三組雨色EQ 搶換人聲適合看謎片的播客 點進去EQ會鎖住不給條 電影的話 低頻跟人聲比較明顯 你也能再做細部微調 Bassbus就是在加重低音 不過播客無法與Bassbus同時啟用喔 下面除了三頻均衡的中性調音 還可以再另外新增九組EQ 名字呢也都還能再改 回到上一頁 連接 可以看到跟耳機配對過的裝置 但是不支援一對多同時連線 連線要等一段時間 手動自己配還比較快 左邊裝置可以看到 跟手機配對過的深海耳機 你用程式設定就是APP 語言還有版本 右邊齒輪 入力耳偵測是綁在一起開關的 主動降噪藏在這邊 打開自動截聽電話 設定自動關機 還能看到目前的編碼 側音呢 就是讓你講電話 能聽到自己的聲音 這邊也能再進去自定義觸控 或是調整耳機內的提示 要用語音或是音量 不過語音與言 目前還吃不到繁體中文 耳機任體更新也在這喔 好啦 感謝廠商達達讓我吐這麼多 這邊我也幫他平反一下 不要說我們都在嗆喔 第一個 續航 比官網還短 但這六小時耶 也夠你整天用了吧 第二個 充電 少了無線充電 但是快速充電15分鐘 就能充一半的電量 那第三個 連線 連線速度爆幹快 兩秒就可以配對上 堪稱是本頻道評測過的贅述傳說 第四個 通話 其實這樣知道他是還行的啦 就是聲音會刺刺的 不過說真的 通話對我來說真的還好 又不是老人 打字慢吞吞還要靠語音 總而來說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 只是用他來聽音樂的話 深海老牌穩穩的調音 聽起來超清爽 哪吃不買啦 再便宜一點 我就刷下去了 我是科技狗Cindy 這是標榜七名聲音很刻意的 SUNHAYSLCS Plus True Wireless 新的臉書社團類社群IG追起來 掰掰 中文字幕媒體 很重要 是 感谢观看